大家好,大家好,我是JAMです 今天是假日 那為什麼今天要拍上班主午餐呢? 我前一天不小心把東西忘在公司 所以現在呢,要去公司拿一下東西 那拿完之後呢 文藤說他可以去吃 我最近非常想要吃的 在澀谷的沸點小火鍋 真的超想吃 但是因為每天都下班 就是沸點都關了 所以就吃不到 文藤有沒有說完? 嗯,開心 那我先去拿東西 然後文藤還要整理一下 他等一下再來找我 那這裡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最近在戴的手錶 是No Green的手錶 那No Green他是來自丹麥的品牌 丹麥是全世界第二大可持續發展的國家 那No Green他們也有持續在做環保活動 也是我一開始看到這個品牌 他們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不錯 很有好感的一點 我下訂之後呢 收到的手錶包裝是這個盒子 它是霧面藍色 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從這裡拉開之後 它的手錶呢 就是放在這裡 我現在已經戴著了 最近是幾乎每天都戴 那我為什麼要挑選這個設計的手錶呢? 因為我覺得它這一款 看起來非常的有氣質 又是玫瑰金 因為年紀也超過25了嘛 最近就想要嘗試 比較淑女一點的風格 那其他的碗帶之前 文章有送過我 而且它的玫瑰金很漂亮的是 不只是表面跟碗帶 它連這個指針都是玫瑰金的 而且是沒有數字的 有些當然會有數字啦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沒有數字 看起來比較簡約 所以我就選這一款 而且很好搭 反而想說會不會穿黑色的洋裝不搭 結果穿黑色的洋裝也還蠻好搭的 那No Green呢 他們現在有夏日單品浮帶活動 在購買手錶結帳的時候呢 選擇添加福袋這個選項 就會贈送隨機的禮物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No Green呢 他們也有提供我的觀眾的專屬折扣碼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買手錶的話呢 可以用我的折扣碼就可以打折 詳細的資訊我都放在資訊欄 如果有想要購買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現在要趕快準備出門 啊! 那還有我覺得戴手錶有個好處就是 不會一直滑手機 因為有時候我們確認時間會用手機 可是用手機 確認時間之外 一定還是會滑一下 如果有通知的話 那就很容易讓飛掉很多時間 然後所以我自己覺得 開始戴手錶 有對我來說一個比較好的影響是 想要知道時間的時候就看手錶 也比較可以集中精神 好!我真的要趕快走了 等一下再帶大家去吃小火鍋 今天要吃的台灣小火鍋 是在日本的費典 之前我跟文當有拍影片介紹過 想知道更詳細資訊的人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每次想念台灣的時候 我都會來這裡吃火鍋 也是和朋友約會的首選 住在東京想家的人 就來這裡回憶家鄉吧! 我跟文當會合了 當! 嗨! 可愛! 這裡的菜單呢 也可以透過掃QR Code 然後在網路上看 Menu有什麼在跟他們的店員點餐 然後他這個醬料有教我們說 怎麼樣可以調出最好吃的醬料 大蒜辣油是一匙 大蒜醬是兩匙 豆瓣醬是三匙 文當來吃吃看這個醬 我們還另外點了鹹酥雞 然後我不吃玉米 玉米給文當 有豬皮 因為現在還滿燙的 等一下再吃 我現在吃我的鹹酥雞 嗯 好好吃喔 我每次來這裡 都一定會點他們的鹹酥雞 然後還有豬肉跟牛肉 我吃了這個嗎? 蜂蜜茶 你剛剛點了蜂蜜茶嗎? 有 好吃嗎? 嘿嘿嘿嘿 嘿嘿嘿 超好吃 豬肉鑽店很好吃 好吃 真的是 復時覺得很想吃一下小火鍋 在台灣是很方便又可以吃嘛 可是在日本吃的話 價錢就比較高 又沒有台灣那麼多樣食 所以 只要回台灣很多 一定去吃才可以 大家看這個鍋 好吃 文當 文當很有那個台味了 它裡面還有冬粉 冬粉味給它最好吃 它這個火鍋可能 又更甜會更好吃 可是 來吃吃的就是一個家鄉味 它白菜要煮的時候會變得很軟 純綠茶真好吃 再喝了純綠茶之後 味道就失敗了 但是 很嫌的味道 蟹肉吧 好啦 我現在吃的差不多 我覺得這樣給大家看 畫面有點噁心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吃 現在吃的有點飽 先休息一下 那跟大家講 我跟文當只是點的是 BB beef鍋 其實文當本來是比較想要點海鮮鍋 可是海鮮鍋沒有共玩 呵呵 所以我就放棄了 因為文當最想吃共玩 然後其他還有是日本人也比較會點的 像是味噌鍋啊 或是野菜鍋這些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 可能臭豆腐 他們還是比較難接受 然後我們兩個坐在靠窗的位置 整間電話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還滿舒適的 好 沒關係 接下來我要吃我最期待的共玩 可是它的共玩是只有切一半喔 對喔 好希望它是一整顆小共玩 買白共玩我會去 呵呵呵 我會去喔 我會去喔 鳳梨綠茶是520日圓 蜂蜜綠茶是430日圓 總共是4,560日圓之外還有含稅 稅是10% 所以是5,016 哇 吃完了 吃完了 好可愛喔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是 我最喜歡吃的麵 我會吃的麵 我會吃的麵 超可愛的 真的 我如果想去麵 我會吃麵 可以吃這個麵 可以吃的麵 我覺得很美味 我的話比較喜歡蜂蜜綠茶 然後我今天的帽子呢 是這次買的 卡西蘭的帽子 超可愛的 好 謝謝 也就是在一起吃午餐會很幸運 對 開心 開心 好 那這次的上班子午餐呢 是第一次我們文章也入鏡 等等 這是我初登場的 那不太好玩的話 真的很開心 對 很開心 下上班子午餐帶大家去看表餐到 這次呢 是我們的像是小斑壞天的 澀谷的午餐 台灣小火鍋 好飽 很大壽 掰掰 我當天音學會說這個字 所以他講話就會一直用到說 很大壽對不起 很大壽 掰掰 很大壽謝謝 哈哈哈 好啦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也看今天的影片 如一開始我說的 這次我沒有放太多店家的介紹 大家可以看以前的影片 或是費典的官網看更多資訊喔 飲料的樣式非常的多 而且甜點還有鮮草 非常完整的呈現台灣 然後呢 在我的IG 還有分享很多生活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來看我的IG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imi 最後一開始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